中国武器发展 日新月异 如果要找回老一代的武器 估计国内很难找到 但是有一个国家 却保留着当年老一代中国武器 虽然已经秀气斑斑 毁坏的面目全非 但也反映了那段苦历史 这个国家就是阿尔巴尼亚 这就是中国当年为阿尔巴尼亚建造的空军动库基地 里面仍保留有大量被遗弃的中国制歼6歼7战机和解放卡车 1970年 中国曾向阿尔巴尼亚无偿援助了12架歼7战斗机 而当时其他欧洲国家装备的则是苏联制造的米格21 后来 这12架尖到其中有两架因为阿军操作不当而坠毁 8架封存在空军基地的地下洞库里 另外两架停在位于首都蒂拉那附近的里纳斯空军基地 这些战机一直服役到2004年 保卫着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的安全 2004年换上美式装备后 阿尔巴尼亚立马把中国武器退役 并想着把这些战机卖了赚钱 于是在2016年胎了卖40架前苏联和中国战斗机和军用直升机 拍卖起价8572美元 约合5.6万元人民币 当年兼计算二代机中的佼佼者了 这么对待简直是暴殿天物 除了战机 中国也援助阿尔巴尼亚 当时中国最新式的470辆59式坦克 还有其他420辆装甲车 并且给予人口200万的阿尔巴尼亚75万支步枪 机枪和手枪 还有2万挺重机枪 可以说阿尔巴尼亚是欧 周第一个全面换装中国武器的国家了 大家都知道 上个世纪60年代 阿尔巴尼亚曾经是中国的好朋友 当时这个国家一穷200 还在和很多国家闹矛盾 于是中国不计代价的为其提供无偿援助 自1954年至1978年 中国向阿尔巴尼亚提供援款75笔 金额100多亿人民币 其中包括项目繁多的军事援助 其援助程度丝毫不亚于当今的巴铁 后来阿国也在中国进入联合国帮了不少忙 之后两国就没有了交集 中国曾经向阿尔巴尼亚支援了海量的武器装备 至今还有一些在服役 今天 中国已经是世界顶尖强国 更为先进的武器装备 大量装备服役 像图中这些老旧的中国战斗机 也许有一天还真的只能在阿尔巴尼亚 才能比较容易的找到了 在心装备服役